相当好的问题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余瑞的问题 是从DICAR上面的文章分类 分析某课程的特性 他就是想要知道 说某课程的特性 然后输入是课程名称 好 这本来开开心心 那为什么叫做文章分析呢 好好好 就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现在就要开始修改这个问题 其实我本来提醒的就是 如果我在 我在你们在交作业的时候 就已经说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修改 因为你会发现说 并那个时候都没有告诉你可能的答案 那原因就是希望说 你自己去思考这些东西 好 然后那输入的时候 那现在余瑞设计的是说 输入要输入课程名称 然后输出是 根据就是 就是有内容 分数填 功课三个项目可以 然后输出从负一到一的评分 负一是完全不符合 一是完全符合会有三个数字 好 好 这个是很多同学的误 对这边的误解 所以我们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下 这个其实就是大老板对我们AI的误解 所以这个 所以那个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介意说 我现在这个还没有抓到 这个当然 这个大家的 目前的水准就是跟我们的大老板的水准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要更厉害的是变成AI专业人的水准 好 那我现在要说的事情就是 余悦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他现在想要 他现在的输出也是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分内容跟甜度 好甜度好了 然后功课多不多这件事情 就是内容扎不扎实 甜度甜不甜 甜不甜 就是分数甜不甜 好 然后再来是功课是不是多的 就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 我现在把它稍微的分析一下下 好 等一下 我现在要写给大家看 好 就是现在呢 因为问题其实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做神经网络 其实都是要去想办法 把一个函数学出来 那这个函数其实是未来的 那个我们可爱的神经网会帮忙学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余悦这个问题 其实他输入的地方呢 他可以不要输入课程名称 因为输入课程名称的资讯很少 比方说微积分 那个我们正在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老师开微积分 其实通常 一样叫微积分的 他的长相会 就是甜度啦 刚刚说的 因为刚刚说 其实我觉得这边 最后的输出选得很好 一个是完了 我忘了 一个是什么 诶 助教提醒一下 甜度啊 然后呢 还有内容啦 就是内容是不是扎实 就是你会不会学到东西啊 还有那个你的功课重不重啊 就这样 就是作业重 作业重不重啊 就这样 好就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要小心的几点事情 现在说明一下 这是很可以做的问题 好 然后呢 然后输入的时候呢 其实 其实你的输入的地方 可以把所有 D卡对那一个课的讨论 全部给输进去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因为那个课程名称本身 它其实太少 它那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资讯 那个很难从这边 得到一个很确切的 那个结果 那你 所以你输入可以是文章 不是文章啦 就是D卡的讨论 讨论 那你 你可能会说 这个讨论有 有长有短 我们之前不是说 我们不之前不是说 那个 你那个输入的 那个维度 也就是输入的量 是要固定的吗 没有错 但是我们 还有讨论过那个对话机器人型的 那个输入方式 所以你可以 你基本上可以用 所谓的类似 像是RN 或是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 把一整篇文章 或者好几篇文章 都一起输进去 做得到的事情 好 然后所以你就把那个D卡讨论放进去 然后再接着下来呢 你可能会加上任课老师 或是加上课的名称 因为有些老师 他可能某一些课 他是比较那个 他是比较 就有一些课 比较那个严格 有一些课比较快乐 像我们的课 如果是必修的数学课的话 那个分数通常比较 我本来说比较难看 这样很难听 分数比较 通常比较严格好 因为那个比较有其中考 期末考什么 就是有一个 就是对了就是对了 错了就是错那种样子 所以那个分数 通常那个分数都比较严格 那像比方说呢 那同样的老师呢 叫计算机程式 或是数学软体应用的时候 就会开心多了 真的 就只要大家 大家好好的去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分 回去的时候分数都还不错 所以 所以可能跟课名有关 然后当然跟任克老师有关 好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都当成资料输进去 那我们以后也会 以后我们再看到其他问题 再为大家讨论 那课名你要怎么输进去啊 然后老师你要怎么输进去啊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好然后总而言之 你输进去了以后 就是你每一次的话 这个是你的一笔资料 对某一个课的 某一个课的大家的讨论 然后包括课名 包括老师的 这个讨论 一起输进去 这是一笔资料 然后出来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说 他想要学的是几率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你没有办法学几率 因为他因为你输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那个几率是多少 就是这样 就是你今天 今天就是你 你不能就是你 他可以学几率 但是你输入的时候 不是一个几率 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澄清的事情 我又用这一个当例子去举例 就是呢 今天呢 你很难在这边输入的是 负一到一中间的数字 这是原来 原版的建议 你很难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还需要去训练一些同学 帮你输入资料的人 说哦 看这些讨论的话 这个感觉是 0.3 哦这样子 好 那内容呢 的多寡呢 是0.5 那作业重不重呢 是0.7 啊这样子 很难 但是呢 但是所以你要准备一万笔资料 你要先训练的 然后你要还要 还要大家 还要大家是一致的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做一万笔 他会跟你翻脸嘛 所以你可能是一个人做个两千笔之类之类的 那这样子很难去做准备训练资料 所以我们通常准备的时候 只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甜的 你就给它1 你觉得这个上课 其实没什么内容的 就是0 那作业很重 那作业又重 1 好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马马虎虎啦 作业重 虽然没内容 但是很甜 所以可能大家会喜欢 不一定 我不知道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标 所以你每次的出来的就是101 这样子 可以吗 可以 那你也知道神经网路 你出来的时候 它并不会是一个 这种明确的数字 你可以要求输出的值 都是 都是在0到1中间 所以它学出来的 它真的实际 实际上去跑一个例子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可爱神经网路 就是真的做出来的神经网路 就是说真的 真的学出来了 然后今天就 出入了一笔资料以后 它可能会输出的值呢 就是因为我可以要求说 它每一个数字都是0到1中间 所以它可能会说是0.7 那意思其实它就是某种程度告诉你说 它有70%的信心觉得 这个甜度是 是甜的啦 然后内容呢 它可能会输出说0.2 那它就是它比较偏向 它是没有内容的 那作业的重 重或者不重呢 它可能会说 0.5 它有一点点觉得 可能会是重的 有点可能不是重 所以你就让它学的时候 自己去决定这件事 它就 它就自己去学这些事情 你不要在 准备训练的资料的时候 就做这件事情 准备训练资料的时候 你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去编码 反正你就是甜或是不甜 那个内容是 有内容还是没有内容 然后作业重是 重还是不重 就是这样 好 就是这样 好 就是这样子去训练它 所以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相信大家已经比较了解 那也有很多的同学其实都 大概都做了一件一样的事情 就是 就是在做那个 你去设想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 可能会把那个问题弄得太复杂了一点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同学的问题 好 好